欢迎收看本期全球武器排行 在19世纪以前 世界各国要想在海上作战中取得胜利 基本就看该国的大炮火力强不强大 而随着航空母舰的问世 这种完全依靠大炮取胜的海战规则有了转变 我们知道航空母舰的作战能力十分强大 说是靠船只作战 航母更像是一个军事基地 在海战中 一艘航母就可以 为海军在夺取制空 制海权上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并且航母还能摧毁陆地上的重要目标 另外航母还具备投送兵力的能力 航母舰载机也可以进行反潜作战 出动航母作战 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军事基地 拉到了他国的家门口 航母因其强大的作战力 近年来在海战中可以说是为所欲为 但是俗话说 强中自有强中手 航母终结了依靠大炮取胜的海战规则 而我国的东风二妖帝 则是终结了航母在海战中的霸主地位 我国东风二妖帝的攻击速度 高达7.5千米每秒 航母现机还没有有效的拦截手段 另外东风二妖帝装备在卡车上 机动性十分强 航母不能准确地知道该导弹的发射位置 这就大大的增加了航母对该导弹的拦截难度 即使拦截到了暴力后的东风二妖帝 产生的密集燃烧的金属雨 也会给航母造成大面积的伤害 所以我国的东风二妖帝也被各国冠以海战规则的改变者的称号 从东风二妖帝的性能来看 得到该称号是当之无愧 而有了这一力气 我国海军在作战时的胜率也将成倍的上升 更多军事节目关注全球武器排行